嗨,大家好,我是丹丹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Fred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新玩具 新玩具,在前面就是 Insta360最新的一代X3 虽然说开箱了,但其实我们早已用过 对啦,因为我们常常在下水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就 拿Insta360来水里做拍摄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啦,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国的时候 都会带超多东西 对啦,我的大相机 对,然后我这边就会带手机防水壳 TG,还有GoPro跟这一台 所以东西还蛮多的 那这一次呢,我是觉得Insta360 它可以变化出各种不一样的视角 那它的优缺点,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Insta36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一般的相机 像我们手机或是运动相机 其实你都只能拍单面 对,它只能拍摄一个角度 一个视角 那Insta360,顾名思义 它把360度的整个环境都把它拍进去 对,因为它前面有个相机 后面有个相机 所以它两个相机 它会直接做成一个全景 那再来呢 它还有一些画质上面的一些提升 跟前几代来相比呢 它的画质相对来讲更好 详细的规格大家可以直接就是上网去查 因为它有很多什么不同的K 然后不同的帧数 不同的K是怎样 就是说它的画质上面呢 这一代提升的非常多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有感的是 因为我是一个电器百尺 它有很多什么不同的K 然后不同的帧数 然后我们之前用的时候 那怎么会找你来介绍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用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按按键或什么 然后第二代的话 它有一个小小的触控屏幕 可是它这一带啊 它的触控屏幕超爆大的耶 对,所以它在使用上面呢 可以让你更方便 就很直觉 这一点我觉得最棒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潜水的部分 潜水的部分它有防水10米 防水喔 当然我们下水还是要带防水壳吧 对,所以其实它是有附这个防水壳的 超可爱 好像带到一个外星宝宝 对啊,这样 对,然后它的模式里面 它其实有特别配合这个潜水壳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设定不同的模式 让你去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下去拍摄 对,所以以自拍感来讲的话 它有潜水壳 搭配这个叫做福利棒 对 然后它还有另外的是这边 它有隐形自拍感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它会隐形 对 隐形自拍感还是会隐形 然后它很轻很小一只 我觉得携带上还蛮方便 它还有一个超厉害的东西 哦,这一根我一拿到我会觉得 诶,这个超厉害的 这个超厉害的 超厉害的 这个举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说 哇,我会举一个这个 这个金箍棒一样这么重 所以它最长可以拿到300公分 这是干什么用 这个就是你想要拍很远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如果天花板上面有什么东西 就这样子 什么啦 弄吃书啊 不是啦,它最主要这个应该就是 拿来拍摄一些A4空拍的视角 对 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好,接下来呢 就是要进入我们三个优点 三个缺点的部分 第一个优点 是什么 先拍摄后处理 哦 先拍摄后处理 这个我觉得很厉害耶 因为 其实啊 我们一般在拍东西的时候啊 人都会很直觉 就是说不管拿什么相机也好 手机啊 或者是运动相机啊 你看到东西 你就会想说我要对着他 对 所以其实拿360的时候要稍微习惯一下 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拿着他 不需要在那边 诶 诶 诶 人谁讲话就怎样 那样 然后什么 诶 诶 你看你看 那样就不用 那这个好 这个好处其实非常多 你知道吗 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些Vlog 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人讲话的画面 嗯 然后甚至我们讲到一半 你要带到一些这个风景的一些画面 你如果拿相机或手机 你变成是你要拍一拍以后呢 然后转过去 拍另外一个角度 诶 诶 360它就省掉这些麻烦点 对 像我们在带团的时候 有时候跟某一个当地人讲话 或是突发什么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不方便把那个相机 就直接堵在他脸前 对啊 会有一种压迫感 人家在这个 讲话的时候 他或者是说 他就会不让你去做一些拍摄的 对 所以你一般就是 其实就是正常的拿着 对方也不会这么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对啊 拿这个相机对着说 啊 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也不需要边处理事情的时候 还要在那边看说 诶 这个画面里面有没有拍好 对 看看有没有这个角度有对啊 尤其这个人会觉得说 诶 你每次都把我拍得很丑啊 干嘛 又怎么样 因为他每一次都会直接把我脸卡到 屁啊 这个就是角度的问题好不好 好 所以它就是它的优点 我觉得水里啊 有时候我们拍生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一次看了很多这种Menta的风暴 还有这个鲨鱼的风暴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诶 我在拍这个这一群的时候 突然旁边有一群的时候 我要换一个角度来去拍 那这时候呢 其实它画面的连接性 或者它这个角度啊 就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其实如果用360的话 你只要把那个360的镜头 放到你觉得东西最多的正中央就可以了 就是你360度都可以拍 然后你后面呢 再来去取你想要说 诶 这个角度 或是这个画面是最好的 你也可以输出两个啊 这一面跟这一面你都要 就是你的取景会变得非常的灵活跟方便 嗯 这个是360我觉得它最厉害的 最好用的地方 那第二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拍摄模式 还有拍摄效果 可以去处理 对啊 这个也是360它可以变化非常多的地方 对 就是你平常最常用的就是那个360度全景的 但它其实也可以当一般的运动相机 就是单镜头去使用 对啊 比如说最常用什么16比9啊 这些东西 这些角度 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什么 跟拍模式 跟拍模式 它直的 横的都可以 所以我们拍一些这种那个Rail啊 或者是短影片都可以用 对 然后除了这种就是它一般的模式之外 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它的相机拍摄360度 它把所有东西都收进去 所以其实你可以调出来的效果很多 哦 还有变化 诶 我们这次玩一个这个效果也蛮好玩的 就是它会变成那个一颗很像地球还是怎么样 对 它其实可以扩散跟把它聚集起来 对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拍照模式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那个模式在那边大概 一个四米的沙地我们大概玩半小时 就是我们大家在那边玩那个 围在旁边的人就是好像站在这个球上面 对 还有一个模式我们这一次没有玩到 就是它会把这一颗就直接放在嘴巴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像怪物在跑步一样 怪物跑步 那个应该大家也可以玩超久 OK 好 所以呢 Instagram 360它其实不只是可以拍360度 你要拍摄一般的这种16比9 甚至直拍的方式 然后甚至比如说小行星 我觉得也很好玩 所以它可以变化出很多不一样的拍摄的一些 对 它有超多不同的效果 就是还蛮好玩的 就是适合这种 你喜欢多变化的这种方式 嗯 那第三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又是什么 第三个优点就是可以拍出空拍子的效果 哦 就是这一根啦 对 它其实真的是超级方便 因为你有时候我们去的地方它可能不能飞 或者是像风很大 或什么你空拍机可能会掉水 对啊 因为像我们常常去这个海上 尤其在船上猜测啊 其实我们已经掉了非常多台空拍机 对 它上次还有一次掉在龟山岛叫我下去捡 不是啊 都要下去找到尸体回来 OK 所以已经使用空拍机了 尤其在这个船上 或者是风大的地方啊 其实它是非常有难度的 而且失事的几率非常高 其实泡过海水基本上就已经这个QQ了 对 有时候你接的时候 它会打到你的手 然后手会流心 对啊 所以呢 诶 它的这个300公分的自拍杆 就非常的好用 尤其在这个船上 或者是在这个风很大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进飞区 我觉得这个是它可以拍摄出你不一样的这种 由上往下的这种空拍效 对 所以我们行李如果有这一个的话就可以不用再带空拍机了 是没错啦 但是呢 有时候这个还是要飞一下 对 如果真的很远的那种的话就是 你还是得带空拍 对 它可以取代部分空拍的这种视角 那接下来呢 就是它的缺点的部分 好 它有优点非常多 那使用上来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 它其实就是双面的 有优点就有缺点就是它剪辑其实蛮麻烦的 对 尤其我们在拍360度的时候 诶 像以前我们就拍摄完了以后 诶 我们放到电脑啊 或者放到手机里面 它就是一个你拍摄的画面 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 就是我们每一次要后置的时候 你要先看完那一部片的所有360度的照片 对啦 其实这个也是它的一个 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你等于是先把所有东西拍起来 对 再去取景 后面要花一些时间去把你想要的一些角度呢 把它刮下来 对 这是它第一个我觉得稍微算是缺点 但其实也不算啦 比较麻烦的地方 OK 对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我有发现它在水里面的白平衡啊 它偏红 尤其是陆地上就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水里拍摄 那其实它还是会有自动的白平衡 对 但是它的白平衡呢稍微有点偏红 但其实如果你会后置的话 像我们都会后置修的颜色 其实这就完全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深度的问题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去制浅 所以呢 大部分是水面上 浅浅 对 不会太深的地方 所以它加了这些自动的这些这个红色进去以后呢 反而你会在有一些角度在阳光的地方 对对对 它阳光这些地方它会变得比较红一点 因为它是两个镜头去收纳所有的画面 那它这一个镜头所收到的画面的那个光 跟可能另外一个镜头是不一样 所以它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 可能会有一面它会偏红 或者是它的亮度呢 会有点爆点 对 OK 那我觉得这个呢 如果你去拿来深浅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对 就是飞气瓶水 飞浅水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再试试看 对那第三个缺点 我觉得也是使用上的麻烦啦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正常来说不应该把它这样子直接放在桌上 对 我们一定要套这个保护套 因为它的镜头两面凸出来的 它如果有刮痕 基本上就会那一面就不能用了 对 那相对来讲配件也会比较大一点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它的潜水壳在我们潜水的时候 因为我们潜水其实每一次都很狼狈 然后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东西都好好的放好 所以说它非常怕刮 尤其像这个球体啊 对 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船上啊 或者是在岸边啊 你其实它没有办法保护的很好 有时候我们就要用这种套子 对 你上岸就一定要把它套进去 那假设你有刮痕的话 它其实拍摄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 瑕疵在上面 对 尤其是如果说岸前 那我们的那个 其实我们常常就是上岸之后先把东西都放在地板上 对啊 或者是说地板上有很多沙 一定会刮痕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放好 对 或者是说我们习惯以前是把这个 运动想起刮在身上 或是想去把它刮在身上 然后其实它也会比较容易怕刮痕 所以呢最好就是有一个套子 然后去把它套起来 那我觉得这一次有人拿那个什么 袜子你知道吗 袜子我觉得好用耶 因为袜子它比较不怕湿 像这种的话你要吃掉它可能会 我觉得拿那种小baby的那种刚好紧度 会比较刚好就直接把它套起来 会不会掉 就是使用上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 就是你要多注意怕它会刮伤啦 对 那剩下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它的优点 但是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裸机的接头啊 它是四分之一的这种接头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找这种四分之一的这种螺丝的这种自拍感 那一般的像我们在使用那种GoPro的这种转接头啊 它是可能要另外再做一个转接啦 嗯 对 这个是它一些使用上面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 对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360开箱 对 那我觉得它还是很好用嘛 就是说角度啊各方面的操作 跟我们以前啊在拍摄的时候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一些视角 对 对尤其是我们现在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去看一些生物 那些生物都是不可预期也只有一次的时候 真的是必须要用这一台会比较好用的 好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接下来是缺点 嗯 那 我猫咪耶 是 那是我们家猫猫的妈妈 哦 好啦 嗨 olika 给我们坐来 拜拜 Mann 你们 吴 咪 中文字幕——YK